那麼我們就開一個新的 你可以到 上面有一個房子這邊 上面那個房子你按一下 這裡就有新建檔案 那麼 我現在雖然是單機版 如果你想要跟雲端做連結 你也可以直接 點到這邊 他就幫你把雲端的檔案直接 同步進來 這樣了解 你就可以同步進來 或者是你要開啟已經自己存在的都可以 我先把我的雲端也先登錄一下 在這邊我就登錄一下 登錄雲端了所以 有沒有發現他現在這個在幫我同步中 我雲端上的 好那我現在先不打開雲端了 我從空白的來 你可以直接選擇不同的什麼新制圖的類型 也可以直接右手邊有沒有看到範本 有沒有一堆範本可以挑 又是範本 各位我們走到哪裡都有範本 你要填表格沒有範本嗎 很多吧 對不對我們常在填一些字式表格 通通都是範本啦 所以 你可以自己挑 不過說真的啊 如果真的我是要思考的話 我就通常會從最簡單的開始 因為我不需要那麼多啊 其他的是不是會干擾我 我只要思考 等到我要整理的時候我再把它 弄出去就好 好那你點了一個新制圖之後 他又會出現 你想要什麼樣的風格 下面其實還有很多 你可以自己挑 我通常也是不挑的 就直接建立就好 這樣中心思想就出來了 好 最後的題目就來了 對不對 你這次的主題是什麼 由這個去延伸 由這個去延伸 好 那 比如說 你今天是我要舉辦一個 舉辦一個活動 你們想要辦什麼活動 我們舉辦這個 假設我要做這個延期 你會想到你要 辦一個延期的活動 你要 處理哪些事情 好場地 好 阿可有嗎 悶垂老師 老師也要找對不對 講的 演講的人嘛 對不對 阿可有嗎 時間 對你要敲一下對不對 敲一下時間 再來 要不要 有些設備軟體 對不對 你的這些設備啦 軟體啦 O不OK 還有想到什麼 聽眾 了解了解 好 我的對象 對象是誰 還有沒有 那你從這邊 場地 我們先這幾個 場地 你又可以開始挑了 對不對 我是要在圖書館 我還是要在 其他的 比如說我們有那個 那個 機械館 看哪邊 你就自己挑下去了 對不對 然後在 淹漿者你要找誰 是不是有幾個口袋名單 啊去問他人家時間喔 不OK 要敲時間 好 所以時間裡面 你又可以挑 看看哪幾個時間 有沒有發現 你這樣慢慢是不是就有一些 東西出來了 對吧 那跟每一個不同的 演講者可能每個人專場不一樣 以我來講 我可能就是這種 七七塊的東西 會的比較多 那我就會跟他建議 啊你可以用這個 用那個 我們來試看看 我會比較有新的 想法 或一些嘗試 這樣子 那每個人的 不一樣 所以後面是不是還會有不同的內容 對吧 那相對的 可能每個人用到的 可能又有什麼 不一樣的這些設備啊 軟體啊 會有不同的需求 那聽眾的部分當然也是 看你是要針對專業的 一般的 那 有沒有發現 你可以想很多 然後 就睡不著了對不對 哈哈哈哈 所以最好睡覺的時候 電腦手機管掉 不要想太多 我講真的你如果 有時候我會不小心就 就睡覺前就 想想明天要幹嘛幹嘛幹嘛 結果不小心那一天就沒睡好 因為你越小心喔我可以這樣做可以這樣做 又怕忘記我就把它記下來 對不對 你多怕幾次你就啊天亮了剛好 起床了 哈哈哈哈 所以像這樣 那 這個是比較標準的 可是有些時候會有什麼 天外非難一筆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這種 經驗 啊 對齁 剛剛又想到一個 可是你還不知道 要把它歸類在哪裡 可能有想到一個idea 那你可以怎麼樣 在旁邊空白一張兜兜兩下 有沒有發現有個叫浮動主題 欸就是說 對齁 我想到 比如說 既然有focus在可不可以跟 順便介紹 Predi 有沒有 或其他的簡報 那你有想到喔這裡面還有什麼東西 有沒有發現又延伸出來了 等到你覺得比較 可以歸納了就再把它拉進來就好 有沒有發現這樣又可以進來了 對不對 這樣是不是你的想法就越來越多 不要急著說一定要一次就完成 因為思考的東西常常是你真正 我坐下來 想不出來 我們不是 有些時候就這樣 都想不出來 整天出去走走走走走走 就想到 對不對 所以其實 就是 你放輕鬆 給自己一些時間 慢慢的要想到 就記錄下來 想到就記錄下來 不同天想的 常常不一樣 真的常不一樣 所以你透過這個方式 那請問你如果你有優先順序可不可以加上一些東西 這裡 圖標 有沒有優先順序 這個要完成的 第二個要完成的 你就可以像這邊 他還有那個任務進度啊什麼那些 都有喔 就是比較重要的你可以像這樣加進來 好像把它加進來 有沒有發現我們這樣就越來越豐富了 那可以查出圖片可以查出附件嗎 可以查出註解嗎 答案當然都是可以啊 對不對 你看我這邊 我有沒有插入圖片 有 有沒有插入 這裡 復健 PDF 有 因為有些東西 就新制度是比較概要式的 他不是那種詳細內容 那你有找到資料 我要看詳細內容 你就用 我一個復健或一個超連結都可以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你可以怎麼做 在這邊 簡單的如果你想要加個註解 比如說某個講者有什麼特性 你可以來這邊插入的時候 可以加入註解 其實說真的喔 我很少按右鍵的選單 因為我大部分都是用快速鍵 你知道按右鍵也會打斷你的思緒嗎 最好的方法就是 你熟悉的狀態下 我就很輕鬆的這樣打 我不要再記什麼按右鍵去干擾到你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他每一個後面全部都有 快速鍵 對不對 你常見的 那當然如果你懶得記 沒關係 上面這裡也有 有沒有發現這些都是 上面這邊 你也可以從上面這裡來 所以如果你想要插入註解 我可以在這邊 有沒有一樣可以加進來 備註 那你就可以針對這個 這位講者的特性 有什麼比較特殊的 有沒有發現旁邊就有個這個 那不需要看的時候我就把它收起來 要看的時候就點開 右手邊是不是就跑出來 對不對 當然你在這邊要做超領解 那些都可以 但是做一個 比如說聯絡的方式啦 對不對 什麼時間比較方便 有沒有發現 就把你所有的東西是不是都整合在一起 這樣子有時候你在找是相對容易很多 那這是第一個 你可以加入這種 那如果你想要插入其他的 你從這個地方 其實 說真的啦 這個功能 對各位來說 應該都不複雜 對不對 復健啦 錄音就是什麼 你看到後面有Pro就是付費的 我們就不要用而已 沒什麼了不起 沒有開玩笑 因為他是open source 所以其實open source也不代表全部都是免費 因為你也可以做 部分的付費 那 超年級啊那些 我就不用講太多 但是你可以知道說 其實原來我們這樣玩 也可以很好玩 就可以有 那你存檔的時候呢 就可以直接儲存 他就問你一件事情 請問你要存到雲端 還是自己的電腦 如果你存到雲端 雖然我是用單機板 一樣可以雲端就同步 雲端就同步 這樣是不是就比較容易一點了 好 所以你看我回到剛剛這邊來 我剛剛雲端的他已經幫我同步好了 有沒有看到我是有綠色打勾的 對不對 表示說我已經同步OK了 所以 你雖然是用單機的版本 可是其實 跟雲端變起來是一樣 但是強調一下 我們剛剛講那個 修訂歷史的部分 如果你是存在雲端 他就沒有幫你保留 你就永遠都是最新版本就對了 但是如果單機檔案 那就有這樣的功能 有沒有發現我上面就蠻多了 那 你用雲端的這個空間的話 免費的就有1G 雲端的空間 1G 我必須跟各位講 如果你的文字能夠打到1G 你也是天才 我們 文字 你要把它變成就是那個 一張磁碟片 現在大家已經很少看到磁碟片 1.44M的文字 你打完了 對啊 現在 說真的 大部分的 小朋友 看到這個 各位 這個圖 我們如果 30歲以上的 看到這個圖 第一個反應應該是什麼 叫做磁碟片 不好意思 現在 這樣子的 兩隻羊叫 2樣的 2樣的 看到這個 叫做記憶卡 因為我現在我有上合同班 所以他們就說 那個記憶卡 不好意思 連代表一樣 所以 這個 反正 你可以自己選擇 蠻好玩的 這樣OK嗎 好吧